各位委員 手上不知道有沒有拿到處長會的資料 請各位去 如果有的話請看一下 許多政治犯署都關在這邊 所以要是其他國家 它絕對是被保留下來的 這是柯市長自己講的 你們不要讓害柯市長喔 我先講喔 好 再來下一張 我只有失業而已 好 那首先它是台灣第一個文藝用城牆石鼠所建造出來的一個 當時的日本時代 勳德士也是你們自己講的 講出來的對不對 它接著日本時代的辭民 各位你們也會知道 錢大師所謂羅浮信 都在這邊受刑犧牲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蔣會水啊 我們抗市長一天到晚把蔣會水掛在嘴上 當成神明在拜 結果他今天只要局部的保留 只視覺了三十五個跨口 沒有全部的去做一個這樣子的仔細 各位 台北市的文字會 沒有遺址的文字會喔 各位的委員裡面 大家可以告訴我 你們是遺址專業背景 看起來我們這邊是很需要用遺址 台北市沒有施定遺址 有 就一個老師嘛 所以我想老師你必須要去針對這種所謂的遺址 地下的遺物去做 用遺址的標準喔 不是古蹟的標準 而是遺址的標準 好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改變台北這一頁 各位 這是你們市長啊 這不是我們市長 這是你們市長 台北保留蔣會水遺址 要改變台北就是保留蔣會水的這些遺址 我們各位認為是 要不要去考慮一下 有沒有限制原狀的保留 而且以上文字法就第五十一條 你也不需要做文字教育 各位 各位這個遺址 從處途到現在 台北市民是不知不覺不知道 我們有能做 是不是應該要先做好以後 先做這些所謂的地方的文字導覽 讓大家知道我們有這麼重要的 台北市就這麼一個喔 台灣也只有這麼一個 我想大家待會在投票的時候 不要再用古蹟的標準來投了 是不是要用平時的來做 這樣子的一個審議 謝謝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心裡看到了那一系江之華 那今天其實主要是來表述一些 在作為一個考古學者 對這個以往一舉的一些看法 那剛才其實很感動 聽到這個建築師 看到主要做未來的展示規劃 然後看到建築師 對於這個什麼歷史深度的一些尊重 那其實是非常非常動人的部分 可是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就是說其實不同的展示 各種展示需要不同的故事 去支撐這個展示 讓這個展示變得有一個移植 那這個移植呢 這個台北監獄圍牆移植呢 其實除了我們現在看到 不管是考古發掘 看到地底下所謂的結構 尋真寺這些 我們在其實古地圖上面 在這個文献上面 都可以看出來的結構之外 其實剛才就不是報告有提到 就是考古團隊這兩三次的發掘裡面 其實發現了非常多的考古移物 那這些移物其實它的重點就是 它必須被放置在本來的地點 然後幫助我們去角度 是因為結構告訴我們說 這裡曾經在 在這個地方是日本殖民政府 然後還有國務政府 在這個地方建構 政府怎麼樣理解這塊區域 希望這塊區域變成什麼地方 但是住在裡面的人 怎麼生活 怎麼跟這個區塊做互動 其實我們靠的是這些移物 這些不同的 剛才建築師放出來的 這些所謂的鍋碗瓢盆 但是其實鍋碗瓢盆背後 都有不同的故事 那其實我們考古上可以看到 不管是國外或是其實國內 這幾年做日式時期的考古 趙偉雲其實有非常重要的研究 告訴我們 比較不同的日式時期的領域 我們看到日本政府 在不同的區塊 怎麼樣對於 怎麼樣子理解台灣的人民 然後怎麼樣在不同的區塊 在台灣這個地方 跟不同的台灣人民做互動 然後怎麼樣子的生活 這些都是從這些移物裡面出來的 那這些移物 不是只是這幾個探坑就可以告訴我們 因為你這個結構 日式的結構可能已經看不見了 但是移物都還在地底下 至少這幾次的視覺 我們很清楚看到移物在了 那巴萊多劍其實只是這35個探坑 到目前為止 可能甚至更多月 巴萊多劍可能是早期的發掘 那這整個區塊 到底多少的移物在這個地方 那這些移物在不同的地方 它可能告訴我們不同的故事 它都會在圍牆邊 在宣禎市 然後在廚房 在工廠 它其實都告訴我們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 那這些其實是接下來展示 非常重要的這個故事機 我們怎麼樣說這個故事 其實靠的就是這些移物 所以其實現階段看起來 這樣子的35的視覺坦恨 讓我們理解這個遺址 這個非常重要的這段歷史 剛才歷史這個建築師也說到 從清零一直到這個近代 這個非常常時期 人為生活的這個歷史發落 其實我們理解的非常非常少 只有35的坦恨 因為它這個面積非常大 但是我們正在理解這個移物出土的位置 其實只有35的坦恨 所以其實我們需要更多的理解 更全面的理解這個區塊 到底什麼人住在這裡 然後我們剛才知道 從文獻上知道 是所謂的這個跟監力相關的人 那到底有哪些 什麼樣子生活 然後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那這些生活的這個 意義到了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這是發生在台北市 台北市內部的一個 相對來講的大型的一個遺址 那我們怎麼樣理解這個故事 其實是一個提供給所有台北市民 理解台北歷史最好的一個場域 這樣 我們就在這個現場 看到這些物品 跟這些結構一起出土 然後透過這個老闆土團隊 這個現場解釋 它可以給民眾更深的這些歷史的感受到 那我想今天發言就到這裡 第三位是 各位老師好 我是林奎妙 目前就讀北一大的博物館研究所 那剛剛在聽這個報告的時候 我自己有從文字法裡面 好像有幾個困惑是說 現在這個保存展示計畫 到這個階段 到底文字會是不是已經完成 所謂文字法實行系則 第27條要求的任務 因為看起來社宅的面積是 大過於現在的碳坑 但是整個基地要不要做 全面性的搶救發掘 這個是明定在文字法裡面的 那因為這個計畫名稱它叫視覺 所以我有一點不太明白 就是這個程序是否已經完備 那應該還包括說 以現在出土的現象的話 可能要來討論它是不是 有價值面的更需要去討論的 這種線要進行 那第二個是說 保存展示計畫中好像 比較少提到這些出土現象的詮釋 因為這個會涉及說 假設我們要進一步 討論它的價值的話 到底是要用古蹟類別來討論 還是用考古移植的類別來討論 因為兩個的審定 例表本是非常不一樣的 就是考古的話 它其實會更重視出土現象的人類學 跟民族學的這個關聯 而比較不是考古的稀有性 對 那所以就是這個也是一個我比較 在剛剛報告裡面聽不太出來的部分 另外就是會有幾個建議是說 可能在法則程序上必須要先來理清一下 到底現在這個討論是在審一個計畫嗎 還是應該是出土現象的價值的討論 另外是不管這個現象本身有沒有具備價值 應該保存展示都不太應該是 是剛剛的那個內容 因為剛剛那個感覺比較像是 單個單個物件怎麼擺放 那可是這個物件之間應該會有一些 它的連動性 是不是應該要回歸這個全面性的來討論 那包括說 就是在Webfart裡面有提到說 像這樣子的基地在考古發展完成之後 其實應該是要做一些公共交易的 那對這個可能也是好像是 就是文字會不會再進一步討論的 那另外是說剛剛邵老師有提到說 台北監獄其實跟現在是被納入出展化的不一樣 你知道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那所以它的展示剛剛在講到那個社宅的 就是這個展示看起來也想要談這個社宅的基地 那到底那個所謂社宅基地的歷史是什麼 好像也是內容比較沒看到 因為可能它包括了甚至我們可以追溯到比較近的 2015年的華光社群的這個社會行動 對可能都是展示裡面可以去考量的 那麼從出土的文物然後到日軍時代到戰後的這些事件 到近代的這些比較弱勢祝福的歷史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比較全面性的討論之後 再來說我們這些現場的遺構可以講什麼故事 那以及包括說我們就是社宅的基地 剛剛看起來社宅基地好像會 因為看不太清楚啦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會直接覆蓋到現在的遺址 那那些移構它是會所謂的現地保存 是會像那個北門那樣移開之後再移回來嗎 還是會因為它做一些變更設計 就是這是我提出來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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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主席委員 前輩妹大家好 我是王蘇美王 現在任教於台大副局執政院醫療所 那我今天會來這邊是因為我在2013到2015年的時候 也比較好有機緣參加爭取保存台北監獄補機的過程 那甚至包括在這個地方爭取到有社會住宅 那其實那段過程有非常多的夥伴 今天沒有辦法到現場 但是多年來其實大家也很關注這個案子 那當然也很謝謝就是其實在過程中文資委員 文化局、獨發局 從不同的專業去支持到這個基地有了一些轉機 那才會今天有這場會議 那我們都知道這些很不容易 我來之前其實也徵詢過大家的意見 那今天主要來這邊首先是要表達說 我們知道這個案子很困難 然後就是事務所在一個其實程序有一點奇怪的狀況之下 一面要做設計 一面要等這個視覺報告其實還沒出來 然後就要提早報酬戰事 那首先第一點想要表達就是 大家等待這個案子等待了很久 那其實也有很多本來原來希望能夠原體案子的老人 已經離開 那所以其實不希望說 這些等待還有大家 這麼多年來嘗試兼顧各方面 就是兼顧獨發展、文資保存、社宅、福利等等的討論 不會變成一個現在去 我自我整學該做的考古研究的藉口 這是第一個我想要清楚表達 很希望有清楚表達 就是說其實已經等很久了 那說真的這個時候如果 因為有重要的考古工作要進行 而需要再等待一些時間 其實關注的夥伴們是不會因此而反對的 那再來第二點還是想強調 因為這個紀委 我也曾經受小政署委託 那做了這個台北舊監獄 台北刑務所的政治歷史調查 那確實這個案子它是殖民事蹟最大的行務所 然後它也其實它這個地方它就是提了很多 我這邊特別想提到的是 它這邊之所以有在當時相對進步的下水道系統 甚至是吹市場等等的設施 其實是跟日本當時非常重視矯正機構的衛生 然後去展現它怎麼樣在受刑人的夫妻改良上的努力 那這些其實是很重要的歷史過程 當然還有戰爭時期美軍以及剛剛前面的發言人提到的戰後等等 那所以其實最後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歷史的偶然性 造成說在另外很特殊的有多層使用痕跡的基地上面 我們會在這邊建造一棟社會住宅 那就研究的角度來說 其實我自己看待監獄矯正機構 它也是一種很特殊的生活住宅 那我希望各個單位可以共同努力把握這個機會 讓我們這塊基地上面很重要的遺跡可以為公眾所見 然後可以用比較完整的歷史把故事說清楚 謝謝 好 謝謝 規委員也針對這個奧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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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老師請 好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兩點意見提供給會發單位 上次我們開會的時候審查的時候其實已經有提到 就是我們針對接下來全區的全面的開挖 這個部分後續的開挖的監控的這些相關的注意事項 包括紀錄的工作請納入這一次的紀錄 因為剛剛沒聽到那個報告 再來就是第二點建議 就是我們第三個所謂的三門戶的計畫 就是我們在這一次的考古挖掘裡面 其實有看到那個工廠 工廠跟那個警戶的這個放繳的這個基角 那基礎 那因為其實還不是很完整 那我覺得很好就是我們希望用限制原子保存的方式去做處理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建議那個範圍擴大 因為我們現在視覺是2米乘2米 在可能的狀況之下盡量擴大那個保存的這個範圍 我大概這兩點意見提供 主席各位委員 那這個案子我算是參與比較深 那我想在這邊做一點 就是這個階段的一些規劃的一些建議 我想從這個一開始年始就是 對幾年前的這個文字決議的要求 跟現在要求去探索一下地下的 是不是還有遺跡這個規劃 但目前為止其實因為色彩的建設開發 所以大體上的原則應該是 以一個展示保存的方式 也就是這本報告現在第四章的方式 來一定保存地下可能存在的文字 那從我個人的角度我覺得這個的利益 還算是可以 但是問題是怎麼達到這個步驟 那也就是說現在的一路走過來的大原則 變成是說從一開始的很少的局部的探坑的視覺 然後希望能夠了解在圖資上可能有可能看到 還可以保存下來的地方做一點視覺 然後到了第二步驟的擴大視覺 也就是現在各位報告裡面看到的狀態 在這裡面然後用這樣子的方式去 對下一步驟的稱之為保存發掘階段 來做一個規劃 我想這個逐步的去用更多的線索做更好的規劃 應該這個原則是可以的 只是說現在看到了這個報告的157到158頁 就是在做這一件事情的規劃 但是現在這個157到158頁 其實問題蠻嚴重的 第一個就是說 首先各位可以看 我想在裡面的用字跟敘述的文字明顯的有 逼重就輕 那這個正式的文書上面 這樣子去撰寫 我想那個建築師事務所那邊可以再思考一下 但是怎麼樣的都用更妥當的文具來去做描述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有一個問題可能要請建築師跟杜發書 這邊細的思考一下 就是說我們從這個158頁的結論回去對 你圖22到24 也就是跟表1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半以上的視覺探坑 裡面保留了日治時代的建築遺存 有包括牆 包括後面 包括灰坑 包括棒角 包括等等 這個一半以上的機率 在我個人的經驗上已經非常的高 這表示說你後續的保存發掘要怎麼規劃 恐怕要很仔細的去思考一下 那你現在也就是說 你可能發現更多更多的建築遺存 那個時候你的後續的這個 一管二老三門戶的這個展示 是不是要再擴大 當然這個想法我說過我是很贊成的 只是你們現在手上的材料訊息 恐怕你明顯的低估了它 那所以也就是說 在這個樣子 你可能需要在最後的這一個 你這邊現在只有 我看只有在五七有一個地方寫到保存發掘階段 那這個也可能要再送一個 要有一個更完善的規劃再去討論 包括那個專偉幾次提到的 幾個探坑裡面出土的現象 好像已經可以回去重新反省 重新比對那個圖資 是不是低估了這個來場的存留的可能性 那規劃一個則是說 在如果後續要做這樣子的發表後 我會建議以公眾考古的方式的作為 擴大民眾參與 讓你去凝結這個社區上 對這個地區的歷史文字的一些關懷 在這個過程中 像剛才台大的江老師提到的 在你看得到的狀態之下 站在土地上來去回去想這個土地的歷史 那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公眾考古的機會 我希望後續的規劃能夠把這個想法放進去 建議 謝謝 謝謝 我不是考古人家 不過那個從華光社區社區那些的運動 到現在已經有好多年了 然後他們也做了好多的基礎調查 Making 等等 可是我只是一個question 就是說現在社展已經做到這個程度了 那我們同時 就是說也不是同時 後續發掘出來的一些東西 那到底我們這邊有沒有文資身分 那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報告出來要做什麼因素 我們要該怎麼處理 如果說報告通過了 我們當然認同他這樣 那可是社財是不是照不走 那就跟好像大家所提到的他有很多的發掘出來的東西 不曉得該怎麼處理 那第二個是 沒有錯 他現在這個展示就是說看到什麼東西 那我們如果再回歸頭來 我覺得說什麼樣的地方發現這個 那個Mapping也很重要 而不是把它陳列出來就好 那就會回歸過來看說 那社宅的這些東西跟他的關係是什麼 以上 謝謝 謝謝 剛剛老師 謝謝你 我 學老師 我這邊在 其實上次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先不管宣真是他要展示的 那個位子跟方式 會是什麼 因為就現在看到的東西 剛剛建設有提到就是說 會放在那個樓梯的下方 那我覺得這塊 先如果確定是要這樣 當然要看後續 這次我們大家討論完之後的方案 是要找到這個方向 那如果真的要這樣做的話 那他擺放的位子跟樓梯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還是 可能要麻煩建設再幫忙 稍微思考一下 就是說 人在那個下方 他跟上面的那個第一階 就是第一個那個平台上面 那個高度上的關係 包括他設置這個廠方高 我覺得這個其實還是要幫忙 再多做一點說評 不然他有點像是放置在 剩餘空間下方的感覺 這樣其實不太讓人家感受到 我們對文化市場的一個展現 跟呈現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這個其實還是要幫忙 再看一下 如果他重要的應該放在一個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容易清淨 而且看得到 而且可以好好的觀察 所以他把當時的一些脈絡的一個空間內 那是不是要放在所謂台階的下方 他這樣放在那下方 跟他這個管理維護的品質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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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